TVB艺人马国民交往多年的女友黄欣颖 4月16日被港媒惊爆在出租车上 与天后郑秀文的老公许志安偷情 震惊整个演艺圈 由于在曝光的视频中 黄欣颖全程非常主动地狂吻许志安 期间更触摸对方的敏感部位 令网友们十分心疼马国民 而港媒就出轨新闻联络马国民 马国民透过经纪人表示没有回应 但他在微博中上传了两张拍摄剧集 《小摩迪2.0》的花絮照 并配文努力工作 加上三个笑脸和三个努力的表情包 另外有香港媒体也到达马国民 位于香港太古城的寓所外等候 虽然没有等到当事人 但就捕获到马国民的妈妈 马妈妈透露儿子还在家看足球 晚些会开工 但马妈妈对黄欣颖出轨一事感到恶然 表示对事件不知情 更指最近一次见黄欣颖是在过年时 对儿子和黄欣颖的感情事没有多过问 而当被问到对黄欣颖的印象如何时 马妈妈就表示印象普通 没有喜欢或不喜欢 但很快 妈妈就收到马国民的电话 告知他面对媒体不要乱说话 另外在马国民被绿之后 他的维基百科马上更改为 2019年 马国民正式戴上许志安送的绿帽 成为绿帽名 而网友更是将黄欣颖和许志安偷情的照片改图 加上马国民在当中 合成图片 小魔绿迪 柔正在拍摄TVB剧集小魔D2.0 并在其中扮演出租车司机的马国民 看着坐在后座的黄欣颖和许志安偷情 此外 在行内一直口碑超好的马国民 也获得很多人及粉丝力挺 希望他快点和黄欣颖分手 不要再受情伤 不知道马国民和黄欣颖两人 现在的感情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